精彩竟在天元维棋频道微信号维棋天元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二届王中王维棋争霸赛的半决赛 刚才那盘棋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柯杰已经已经了是吧 九成九吧 除了一些我觉得不可控的因素之外 有范天玉 那这盘棋呢是由杨炳心 对于唐维棋 这个是王汝南 八段在宣布 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讲的这盘棋 唐维棋看脑门好亮啊 依然传统的一个造型 这两位也是非常的渊源 在事业大赛的山姻碑上 杨炳心也是现银后书 那个决胜局被 那个郁闷的逆转 被我们唐维棋那个叫戒尸还魂 各种的那个死期最后全部不但活了还把他反吃了 这也挺不可思议的 对对对对 这位也是大家的一位 其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位 事业冠军唐维棋 我相信这个故事我就不用 他的故事我就不用再聊了 我们其我们也是津津乐道 这很有意思的呢 是唐维棋的等级分呢 跟杨炳心还差挺多的 在我的印象中 刚刚公布的九月等级分 在我的印象中 唐维棋已经算上回升了 占20多位 他本来到30多了 我觉得应该有一度可能跌出30了 他其实他联赛的成绩并不是太好 但是杨领心会比较稳 但是呢 这个事情并不妨碍他拿到了 仅次于柯杰的 他们这一代里面的事业冠军术 他实际上是三冠加征 这确实很 比较让人吃点 对好像是药业也是三冠 然后剩下的大部分还都是一冠 可能到了这个世界大赛的时候 唐维棋就把所有的潜能都爆发出来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家 其友们精英乐道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的熟称的唐胖同学 唐胖其实他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跟任何一个选手下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他会能赢 还是会输 对手是谁其实不重要 在前不久的维甲联赛上 我相信其友们也可能还有印象 在柯杰事务破竹多少连胜的情况下 刚刚为中国队拿下龙心碑 半步气走嫖情环 然后又维甲一路连胜 之前唐胖也是维甲没怎么开 是有胜有负吧 但是在维甲联赛上 唐维棋阻止了柯杰的联赛 所以这事就聊不聊 对吧 但是转天他可能又输了 所以说这事你 可能对一个名不见经 精传的棋手他开始输了 所以说各路事业冠军对上唐维棋 应该说是非常的头痛 应该说也是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越强的选手对上他内心就会越复杂 前不久也是 我相信申敏俊也是在世界大赛上被唐维棋 号称后来一个可以接龙的胜率 然后他就被电脑给出了99.99和99.5 但这事是唐维棋自己发的朋友圈 然后几步之后申敏俊就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些事情其实我们真的叫 为什么叫玄学 唐维棋还有一个小外号叫玄宗 这是个玄学 其实我们亲切其他为唐玄宗 就是真的这个事情解释不了 就是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今天发挥输的水平 已经把你打到了99的胜率了 我没下没干什么错事 但为什么输的是我最后 最后那几步没接受 不懂 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一些 两位老对手 会不会有一些玄幻的故事发生 我们来看一看 太有意思了 拆迁之后 今天是唐维棋的黑棋 其实他上来下什么 我觉得不重要 当然我估计如果新味道 他也是一个手艺 但不确定是小飞还是高挑 对吧 然后今天我们的杨领心 顶言也是 可能担心他下一个平行的布局 所以说下了这个小目 因为这样的话 就把手脚的话白的是能接受 对 黑的大概就会去挂 那挂的话 我就肯定是一个反挂 如果今天就没有意义 对吧 等于是就没有起到 是的 这个打破你布局的套路的作用 所以他这时候一个反挂之后 局面应该马上进入到一个未知领域 就是大家不常见的一个布局套路 飞压了 你不走吗 飞压是一定的 现在都是我觉得是一个套路型的下方了 然后飞完之后 实际上他选择了单管手这个脚 我觉得说实话 这部起来蛮聪明的 这里也是为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唐胖经常会战胜一些高手的原因 我觉得他的棋还是非常有特点 因为可能其后 其后会问为什么不下这呢 为什么不下这呢 对啊 我第一感觉就是那印一个 因为我只给大家讲一点 不是说这个棋不应该下这 对 关键是对方是挂的 那对方一定希望你下这 我们要这么说 其后能不能听明白 就是说对方挂脚了嘛 而且这个事情是白起干的嘛 他一定知道你会挂的 然后他反挂对不对 然后飞压他一定赛前 他是能够预料得到的嘛 对 那就是这时候呢 你不管下这步还是这步呢 对人家肯定 他一定是做过准备的 是的 他挂个脚连你尖 他都没有想过后续吗 不可能的 对方对面是个事业冠军 就是我只是不知道他是高挂 还是低挂的决定 也就是说我们随便摆个挂脚 就这时候呢 整个的布局流程呢 是在杨领星这边的 是主导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但本身这不起 当然不是坏起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爱的唐胖呢 唐玄宗呢 就我偏不去尖那个 你不是不让我日子好过吗 对吧 你不让我去手脚 你下个这个小磨 让我别扭吗 那所以我实意呢 我也让你日子好过 对吧 你做准备的时候 你肯定不知道 我会单关手这个 你甚至可能 因为单关手脚不常见 一般是二肩跳 或者大别更多 对 所以说我连这个跳呢 我也不选 我就下个小跳 我像小跳 这就白棋下的 我们大家都进入 未知领域就完事了 然后就 对吧 这棋下了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他白棋就是 我刚才以为黑棋总是 这儿走一个 这个棋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就是他说思路上 他不能硬 对 我经过你说了之后 我觉得挺好 因为他硬了之后 他并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想说 挂到这的时候 挂这的时候 你就纠结了 你并不知道他准备的 比如说你是拖呢 还是夹击呢 还是怎么样 你并不知道 对方怎么准备的 你就会感觉草木皆兵 就是这个布局 你下布棋非常难下 就是如果他 对局时候的心理 因为对手一定是 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这个小木是不常见 就是这个是对着你的小木 就是针对你这个双小木的一个特殊的布局套路 他一定是之前做过战先准备的 是 而你呢 你肯定不会知道他下这个小木 对吧 你没想到 所以说你是没想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既然 我没想到 我已经没有办法构建自己的布局司徒的情况下 那我也下一步让你想不到的 我把你也拖入未知领域 大家就摸眼来 这个真的非常棒 对不起 就是你反正你飞压 我们假计正常你也是飞压 我就想着如果你不尖 我就赶紧飞压 你飞压 我跳完之后 我们会看到 这个时候跟这个比 是一个镜像布局 双方是完全一样的 对 那我这里守个角 我效率肯定是够的 跟你心比 你心持二要去守的 这个角 对吧 我小木手脚还比心稍微舒服点 对 所以说你飞压呢 我指销是够的 又能达到破坏你布局战略意图的目的 何道而不为呢 对不起 剩下来就不用思考了 至于你飞不飞压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再说嘛 总而言之我不想捡 就是这个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 这里不是我是一个糖粉 就是糖粉 就是这里 请我们看一看嘛 就是 我估计糖粉也不少 不是 就是请我们想一想嘛 就是特别是看到上一盘棋 唐伟心和范婷玉的表现 同样的表现 小范的话呢 就这个人就很明显 这不是我黑小的 就是在这方面的偏耿直了 就是有点不够 不够灵活 灵活的狡猾了 不够狡猾 我们玄宗同学呢 就是很明显 他就是一个下棋 不管输赢 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选手 对吧 他绝对不会让你日子好过的选手 所以这样的话呢 把棋拖到位置领域之后呢 大家就拼理解嘛 对 至少比 你精心准备的那个套餐要好 是 至少是五五开嘛 我虽然不知道你会这么出手 对吧 这个是完全值得借鉴 然后呢 下部期他这里要压 所以说白棋也是 压力厂这里贴起来 占据一个校长的要点 然后当你以为他要对围的时候 正常是这样 双方的长城 你完长城之后呢 一人一大块 我们算压一下 对 然后这盘棋双方都很大 走一个超大的模样 所以说其实我 这里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唐卫星的一点 就是他很会 拆你的牌 来棋 你贴嘛 你肯定希望我搬的 对 所以说呢 我就不搬 我就不搬 其实搬也可以 因为这边 配合这边是很大的 这样也是一种下法吧 也是唐卫星的 其实搬头 白黑的也不差 是的 但是呢 我就是要拆你的台 就是你下哪 你希望我下的那步呢 我就不走 我就不走 而且我走的这步期呢 还要出乎你的预料 确实 我老以为他会牵起来 不会的 他老不走 他就不走 这里就天而非先扔一个 就记得起 我觉得就是 作为一个 站前准备的选手 你碰到唐卫星这样的选手 你就会很烦 反正我看出来 他们那种特别强的棋手 一般我都猜不着 他们下一步走哪 不 他都是随机应变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会下这一步 我这么跟你说 反正接下来 就柯杰的招 我一般都猜不着 因为比如说 他并不知道 白的一定会贴这 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自己也要走 是你贴完 他是临时想的 我估计是这样的 所以说 就说不要说你猜他了 他自己都猜不到 自己要下哪一步 你怎么猜呢 就是看来是很难预测 你做准备是非常的困难的 就是这里降下了之后 最大的好处是 他在战略上 他不落后 他对方的进行准备的一些 坑一些套路 使不出来 就是 然后白起扳了一个 黑起场 他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这里也跟其中 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唐瑞欣的一种下棋的风格 所以说也是为什么他有时候一些 大家开玩笑说他等级分不是很高了 他经常马是前输给一些年轻棋手的原因 比如说他碰见今天对面做了一个新出段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他没法克制对手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对手是什么风格 他不知道 没法了解 对吧 那小朋友 一大堆新秀们 对吧 每天都会 雨后春水一样就冒出来了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对吧 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去研究他的棋 而且你也找不到他的棋身 一年他也没起盘棋给你研究 所以说你没法做针对性的这个准备之后 那就只能就是相当于赌运气 赌运气的话 有时候我估计他这方面运气不佳 经常可能被别人埋伏 进入到对方的一个擅长的领域里面 其实就会导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或者说其我们精英的老现象 对手越强就盘棋越重要 对吧 他的胜率就越高 他越容易帮得住 对方越是成名高手 反之对方越不知道是谁 大家都以为他一定必胜的时候 然后抱那个比赛播报的时候 说他输了 其实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就是唐卫星是一个 也是一个看人 来调整自己的下法的选手 然后接下来他这里拖 拖的话也是对这里形成一些 轻销 其实我们这里简单给大家说 如果你挂脚的话会被尖顶 虽然你能够销到这个边 但是这个脚的话会变得非常的大 点三三就不说 现在肯定是不适合的 肯定会被打 非常的不适合 因为这个模样已经很大了 待会人家再跳起来 对对对 他简单整个牵手以后 马上跳这个套 比如说你飞一个 左边的模样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点三三显然是不适合的 是的 就是拖的话比较中庸 如果你搬脚 那自然这个边就不复存在了 这个模样 如果你搬这边 它跟点三三比 就相当于让白的减肥了一路 瘦深了一路 对吧 白起股就不太啃 白白瘦深一路 没有任何好处 对 所以如果围上这条边的情况下 白白说水了一圈 所以白的围这条边的积极性和动力 现在就会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说拖了说 大概率会选搬脚 但搬脚的话 羞们会看到 它这样处理完之后 又比挂的那个形要好 对 就是跟挂肩领比呢 白白这个脚也瘦深了一圈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左右逢源的下滑 其实我们也可以拿来用 特别是当对手的某一条边 他喜欢想要围这边的时候 有模样的时候 你拖在他的这个 他想要走到那边 你千万别拖反了 拖在天上 拖在上面就没用了 拖在上面他可以 可以长完班 走一个这个长了长的定时 对于说 这个模样就变大 现在你不能下这个 以下这个的话 得你挡错边 挡错边了 他爬进来 你这个主要的模样缩水了 我给大家摆完这几步 然后就长完爬 就一直爬 爬了三个之后 你这缩水了 因为上面没关系 还跟我下面 我分个头就完了 加个新闻分个头 你这个后事暂时是发挥不了了 对 那就感觉 现在就感尴尬了 反向运地了 被隐隆入室了 结果这部拖 其实我们是很好用的一个武器 倾销对方模样 对 硬要记住别拖错边了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 然后就是不管他外扳 里扳你都 反正里扳你就往里长 外扳你往里长 里扳的话就实战 这两个都很简单 他你就长另外一边就 长另外一边 他正常只能立 他如果接你就拆二 拆 压你就退 对 就安定了 如果立的话呢 就按堂放实战的这个拆一 因为不要拆二 拆二被压 这形状很难过 拆一 对 这都是一个标准下法 然后你逼住的时候 他顺势盖帽 因为你这边肯定有外事 就让你后上加后 我都没想到白旗会往这儿逼 我没有往这儿逼的概念 他不往这逼 他很尴尬 拆过来就他这个子 这个贴就会感觉很 不太对是吧 很废啊 对不起 拆二很大 完全暴费了 就他就想加一下 他加一下 其实跟职业菜也差不多 可以再压靠退 他还是得回到上边 然后再大费 这个 对 这肯定不能再硬了 他已经再重复了 但你不硬呢 我们躺胖就吃 你不硬 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 先吃为尽 他这样吃掉了吗 吃了 然后压一下 压的时候 这样吃就没意思了 这边一搂不行 他要拐下来 他要拐下来 然后白旗接上 这样他可以顶一个 他可以单拖是吧 单拖 白的收不上气 搬上之后 帮我搬起一样的 对 这个地方得去救援 要不然被一段挖出去 一挖出去了 这样的话就拆切了 单沾也一样 拆切的也收起 所以他就不沾了 不沾的话 那就他先吃了 先舒服了 走两下 这一串我觉得 还是一路顺利的 这一串我觉得 你觉得黑气不错吗 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里吃 在整个左边 吃了那么多之后 又厚这个布 而且呢 白的这个紫会显得 紫消很低 贴起来 贴起来 这个紫 好像没有 没什么用 以后如果算 这两个线手 这个 我肯定不会往这 这个弯 有什么 这个头有什么用 就是从子力的分析来说 黑气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他就往里飞 看起来今天唐胖的 我们状态不错 小杰 主要还是得益于 对手实力比较强 对手是一位老对手 很清楚 对手是什么样的风格 他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对策 因为他们这些 世界冠军们 每年都各种比赛 都会相遇 都会相遇的 而且棋谱也经常的看到 对对对 互相之间 输输引什么的 就是 而且呢 也很容易查他的棋谱 你网上一收养领心 哗全出来了 今天下多少盘 输给谁赢谁了 对吧 最近他在下什么套路 听不了人 对吧 这个信息时代 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对对 非常的便捷 他不是一个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 你也搜不到 名字打进去以后 棋谱没有 很尴尬 把棋靠住了 他没办法 他这棋不靠的话 这是一个双方根据的要点 如果是拆边 很想拆这边 他就小尖 但是小尖完之后 这个地方 白整块棋就飘起来了 下面最多只有一个眼 第二个眼找不到了 这个好大 再被黑的跳过来的时候 整块棋都会被弄 没错 但如果你再去跳的话 非常的无聊 因为黑的尖完 自己已经活了 那他就可以学大厂去了 是的 所以这个棋 他赔不起 他必须得收这个根 收根的话 黑的也就 无子可动了 我就先捞一把 不要学习 你没有感觉 其实唐放这盘棋 跟之前柯杰上盘棋的 就是这一串的战略 有点相似 反正不会下 我们就捞一把 反正你是拱满 那我觉得整体 黑棋下的还是挺顺利的 就感觉很舒服 反正就是 也很舒展 反正死不了 我就捞满 对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要干嘛 对吧 死不了 我们就捞一把 相反来说 白棋下的不太舒服 白了这步棋 很明显 现在的子效 是有一点 效率肯定不太高 有点小问题的 当然还早就起了 对 不能说人家一步棋 效率不高 你就就把人家宣判死刑了 因为本身这地方 黑棋也是越显 有点重复的 虽然就吃了那么多 但是花了子力也蛮多 所以说 中国下来说 应安依安是个军事 自从他单关跳之后 再一拖之后 所有的棋就完全 预测不了了 对吧 如果是 我们的杨领星 就鼎爷之前 赛前做过什么布置的话 这时候一口血就吐出来 哥们太狡猾了 太滑头了 我们的这些 全浪费了 全是无用功 全白费了 那个布局套路准备 挖了坑全用不上 谁知道他会这么像 对 而且这个 靠完了之后 这将来黑器 还是有可能搬进去的 当然有可能 如果这四个子 就外面没什么问题了的话 没什么问题 或者说这四个子 要弃子的时候 留一个 搬完了打吃 留一个火脚也是好的 对 比如说大转换的时候 这里留个火脚也是好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 中原跑 跑掉的时候 以后搬取失控 有可能对白起也有危险 对 那当然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还是有隐患 对 当然白的已经管不了 这个隐患 它换完它不可能再换出去 对 所以只能就挂机挂 放在这儿 就这样了 是 这盘棋也很有意思 照理说呢 这步棋是最优选 是吧 从一开始 他不走的时候 我就想走那个 最优解 就是 小木 你只要是低挂 但我就不飞压掉 拖先不走 就飞压掉 对 然后呢 现在这两位 世界冠军呢 一个也不接 一个也不飞 对 很有意思 这较劲呢 就是在 对 你想让我飞是吧 这现在烦着呢 我也不飞 我就不理你 他们两个 可能有点在拱火的意思 就是 对吧 就是你想干嘛呢 我就不让你那个什么 我就算这边 其实一步撞 也不知道啥意思 为什么一定要撞 其实现在是看不懂的 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看得懂 就是 反正你不是 你竟然一直没走嘛 你希望我飞 我就不飞 因为如果 这个棋 飞大的话 把黑的这时候 是可以不下接步 但我不是说 这步不大 就说黑的是有机会 不让你飞的 他就不接 我就不接 我让你飞 你让我飞 我偏不飞 不飞 他们两个 挺有意思 就下来下来 火气就上来了 我昨天看 那个杨顶星跟联校的棋 也有点意思 对 他们也有 那个异曲同工的意思 就是 下来下来 双方攻守就转换了 一会儿 是他的大模样 一会儿又是 他的那个大模样 就是反正你 很难猜求 就他们下棋 真的 我现在看他们棋 都是 就是怎么说呢 我反正自己不比赛了 我就懒得思考了 要不然很累 你要想明白他们 对 很辛苦 这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像电影片段来看 你就会觉得 已经欣赏的角度 对 就会很精彩 很开心 反正 起一看 对吧 我们吹骨手一吹 对吧 再说我们 反正 吃瓜群众 就抠起来 就完了 就是真的 就是这个时候 你就会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那样很轻松 不是特别愉悦 因为他们棋确实赏情悦目 很多地方下的 感觉 你会感觉到双方 斗志动用下的很好 很好玩 你不能细想 细想的话 那很累了 这件事情 真的很辛苦 这里也是建议起我们 就是特别是他们的一些 特定的招法 当然我刚才前面都是玩笑 就是特定的一些招法 起我们看的时候 还是以欣赏为主 其实我想跟告诫起我们 是这一点 如果吃的不是很透的话 谨慎模仿 模仿需谨慎 真的 因为他们现在下棋 都是太跳脱了 就是他们可能一招棋 你看他东一枪西一枪的 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后招和想法在里面 其实我们去用这种棋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那些后招 你并不知道后招是啥 对吧 就会非常尴尬 比如说现在的这部棋 到底它靠是什么目的 我是搞不清楚 但是他看一看这边的情况 再决定是非 非压还是可能反加 对应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看看这边又下的变化 如果是起我们下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下的耿直一点 就直接飞就完了 也别给他扯那么多事 如果你觉得非损控你就加 对 这么下会更清晰 嗯 你要觉得喜欢怎么办 因为你上面本来也有个实力 你就飞压 飞压完接着压就完 一通压就完事了 就千万千万别下这样了 这样真的很容易把自己玩脱的 就做了千万下的话 真的这个起 嗯 呃 就不要看见他们下了完赏心悦目 然后自己就 自己就拿去用 真的啊 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忠告 而且我们就是欣赏就好了 就是对 你看人家下个五十五六十步 反正大家都下的差不多 然后等到你自己去下五六十步的后 时候怎么不是这样 不 他主要后续你接不上 就是对 你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 当黑系抢反击之后 你并不知道白旗到底要做什么 对 就是我们看到反击 这里也算是一个标准的定势 他是接上的 对 然后这时候呢 白旗一定是有个整体的思路 他靠出去想好了 但是如果大家下的话 如果不小心的话 这个地方容易自相矛盾 但是说实话也不知道 这时候白旗要干嘛 其实说实话这一串便宜吗 我也不知道 不明 反正就吃了 黑的拐打 接上吗 哦 提掉的 他是 提掉 这底下目差很多 所以下一步棋 我们又看出 我们唐伟欣的 就是唐芳同学的 一个特点 这个 拆人家台绝对有一种 因为这个棋拐打完之后 一定是想他长头 我想要不长 要不就跳 想想就 不一定是 他是准备他长头的 长头的话 大概率黑的 白的应该是拆的 拆啊 这事情就了账了 但也有可能不拆 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动线动线 但大概率差 大概率很高 应该拆的吧 我觉得 就其实看到长头的话 其实黑的蛮顺畅的 为什么我说他拆台一把好手呢 其实就这个局部来说 他长弯这边一飞或者一跳 其实他的效率很高的 已经很高了 他会不会有点担心 白旗比如说出个头 然后这块旗就出来 本来就对攻 我就说可能他这部跳是很完美的一部旗 飞也有可能就不确定 这个流程应该是黑旗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 可能普通想想都是这么进行下去 对流程 但是呢他就偏步 我不行 我不要这样 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呢 其实很简单 我个人的理解 今天解读其实是带有一些调侃意味的 或者说开玩笑的 大家不要当真 太当真 不要太当真 对我们也是 或者说为了这个 那个好玩一点 或节目效果 就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 你肯定知道我要长的 是 所以我偏不长 我就不长 只要能够 你还有第二个选择说 我一定让你不舒服 就是因为你肯定遇到到我长之后 我你猜不猜我但是不知道 但是那你肯定遇到到我长 对 所以说呢既然你遇到我长 我就偏不长 我就要飞你 所以你说这个对吧 你作为他对手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对手或这个 呃 你对面这个人就很讨厌 反正总而言之就不让你舒服 对吧 其实这部飞一定比长好吗 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完全不一定 完全不知道应该下哪个 就算其实人家跳也不一定转了 对 再加上了人家拖鲜之后 这个搬其实隐患蛮大的 是的 搬完了就有可能就尝出来 或者尝这个 对这些味道很差的 但是没有关系啊 因为你想让我尝的 你知道我短 你看见我 我看见飞 我没觉得这个飞 完全不能下 我就飞了 这时候 呃 我觉得 我们的 杨领心啊 顶爷的内心应该是崩溃的 嗯 就是我好不容易又搞了个构思 得是这样 我得重新想构思 对 他尝的时候 他本来以为你尝一个 我就拆一个嘛 就完了 甚至他打了打的时候就想好了 是的 你一飞呢 你一飞呢 又逼得我又重新得去构思 很烦啊 很烦 然后他靠鸭了 你说他是不是有这个特质吗 这我我 我这么一点 我很清楚 我跟他下过棋 在他很 就很小的时候 当然是 你们再看他这个靠 其实这个靠真的有用吗 其实也没看懂 反正到底要怎么样 也不知道 可能这里有点味道 但是能不能用上 其实不知道 我觉得他靠完 是不是打算断他 应该是准备断的 断完之后这里 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滚包之类的手法 但是呢 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你靠的这一瞬间 人家又没理你 然后他就吓得真的想笑 有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 对吧 就吓得很欢乐 就是你 对吧 你精心构建了这一些思路 反正我第一招没接你 反正我就是不那么下 对 你看着办法 我就是让你难受 就让你不舒服 就是 我不需要舒服 对 只要你不舒服就行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唐武新的维系哲学 我下期不需要 两关的思路 只要你 你连关不了就行了 就拆你的台就行了 就是 请问问看 这两步期一下 本来只好好的 本来完全不可能 下成这个样子 本来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 对啊 本来是尝一下 正常跳这个机 一个正常的流程 现在平成这样的 你完全看不懂了 这位器 然后白血被逼的 就是完全就不按 你没法按常理出牌 就你 说算这串是不好 我不知道 就 但是呢 它有一点 就是 有很有效 就是时时刻刻呢 让你 进入未知领域 对 就是 有句话叫把你 拖入到 对吧 我擅长的领域 再用 那个 我的那个 丰富的经验 战胜你 原来我觉得 鼓励也有点 这个风格 但是谷歌的 其还是有 以我为主 比较多 就是谷歌的 其他只是说 在自己能够 发挥的前提下 对 对你进行一些 针对性的限制 因为这个事情 鼓励的话 我就比较了解了 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 而且呢 而且鼓励下棋呢 它不太管你是谁 是 就是 它的棋还是比较霸气的 就是 就是比较那个 阳刚的那种感觉 就是 只要我那个 长法一发出来 你人就没了 就是 我而关心的是 就是我今天呢 我的攻击 这个攻击力 能不能攻得出来 如果你克制我呢 我再反克制你 如果你不克制我 我不需要管你 对吧 我只要把你 我只要攻击 攻击的那个节奏一出来 你人就没了 所以说他跟 我们会看到 跟唐伟欣还是有区别 包括科姐 对吧 他们都有自己的 因为科姐的话呢 其实 自己的一套 很明显 其实我们会看到 科姐的话 其实他自己很少出招 我不知道大家听话 就是说 其实科姐甚至今天 是什么样的一个套路 我自己都不知道 反正只要让你 没有固定的套路 他自己没有固定的套路 其实跟唐伟欣 唐伯也是有点 这个 这种风格的洗手 所以鼓励的话 还是有点去 包括我们的长浩 长歌 对吧 只要你让我的 那个招法连贯了 下顺了 我不用克制你的 我绝对不会先去 想克制你的 应该是你克制我的 我不舒服之后 我再反克制你 比如你要让我 那个拳法 他只要走顺了 他就我觉得 基本上就不太会动了 别人 我不可能主动 去针对你的 对吧 你只要让我 那个一二三 那个棋力发出来了 顶了就算你 好吧 反正这 那个年代 那个世界上 没几个顶得住 对吧 大家都懂 请我们看 其实请我们都 对吧 这不是我在这里 马后抱吹 对 成绩摆在那 全世界没几个高速 顶得住 对吧 都得绕着走 所以说 这半棋 我觉得就很奇怪 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实话 我觉得 看形状 唐伟欣是有点不成功 怎么跑到这儿去了 二楼间 这又是什么东西 看 因为这里不是活 按理说 不是应该往这儿捡的 但是它都被管 对啊 但是它这棋不是 人家一团一煎就活了吗 这棋是这样 就 如果真要吃它的时候 总是想掐在外面吃的 它现在有了这步棋之后 它不是想掐在外面吃的 它的想法 对 它的想法是 如果我走这边爬 或者怎么样 那正常白的脱鲜 我就掐不到这了 掐被人家脱一个 脱或者煎 这个味道很差 因为肉眼可见 脱完之后 这个形状有一个扳 这里有个断 味道非常糟糕 但今天在这儿的话 非常的不愿意 因为扳完之后 上面接用太多了 没错 最后尖的话 是一时二秒的好手 它既把这边的联络 给度过了 下一步呢 它就可以吃在天上 你再火一个我就点死你 你就一路直接把你点死 是的 然后呢 如果你这时候要去活这块 你团了肩是一定能活的 但是呢 没有关系 这边又回首 我得把这个帮回来 那你搞了半天在干嘛呢 这白旗也没干什么 就是它肩完之后呢 其实就很简单 你自己去看着办 你是活这块呢 还是搬给我这个子 人员一个 就按理说 刚才白旗本来的计划 是应该拆出去的 本来这怎么 这是沧海桑田了 本来计划是拆出去 白的黑的围下面这个模样 白的在四级围上边 现在的话呢 是可能白的要去搬这个 然后把这个 这边这块气了 也是完全对 就是这完全不是这样 对看不懂了 那下来很有意思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是把这块气做活 想了半天 还是觉得这块大 我们杨几星还是把它做活 然后我也低估了 我们唐卫星的能力 老觉得搬一个 被人家断的是什么 原来不是搬的 原来它非 或者是这个肩是有目的 我们来看它下不起的 它是挖的 原来它反击 这里我要反击 原来都进来吧 现在你这个都圆掉了 我这个搬出来的 这些借用也不存在 但你没办法 你为了活去 对啊 都到碗底了 对 不过这期呢是这样 就是说黑旗搬 被白旗断一个 好像白旗是不是 比较容易处理这样 不是它现在不是融洞于处理的问题 它现在是不能满足于搬了 所以就觉得搬也不合适 它要把你都吃进来 就它觉得搬 我们说句不好听了 就哪怕你唬 它都觉得亏了 其实它现在 它挖要把你这个子留下来 就它不能接受 还让你这个子联络的事实 对对对 它要把你全部留下来 就跟刚才就搬的那个段 有没有味道 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反正下期要怎么狠怎么来 我已经看到 但是从实战来看 看就是这个 它真的好吗 骑行的话不知道好不好 我老是对他下的骑 有时候要打一个问号 就这样下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好 这个事情是个谜 我相信 尽量看唐伟欣的一些旗友们 也是这样的 而且特别是一些 在网络上虚拟压分的旗友们 我想他绝对是你们的一大苦主 对吧 特别是一些旗友们 看AI胜率给那个答案的 对吧 你们都不相信他 对吧 你们都认为他今天不行了 然后发现 然后我们今天的虚拟币都没了 虽然那个也没什么 对吧 就是只图一乐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旗友们 对他是记忆有些 因为他总是会在 对吧 或者电脑下判断他各种吃灰 各种不行的时候 突然翻转了 给你点惊喜 所以说 说实话 看在实战 看他的这个形状 确实也没感觉他特别棒 说实话 他飞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别扭了 我的直觉 还是可能长的跳 更长长的扔扔一些 但是也很难说 这期不行 对 知道 所以我之前对他的 说实话 感觉他这一串下 我没贴出去 他自己这五个有点报警的 是啊 从事物上来说 我也觉得 人家这样爬完之后 对 先贴上面 都一样的 会硬的 再贴一个 再贴 这三指头是B长的 然后随便爬了 B斑的 虽然拿了一些控 球们 然后 但是呢 他这边的 这个 五个子其实压力蛮大的 看起来 很顶了一个 这不 他先贴了一下 这很顶非常凶狠 也得凶得出来 这也必须得顶 不顶的话 有一个巨大的隐化 就这期 如果你走到别的处的话 交起我们一个小手 这里有个点 点这个的话 假如说挡住 那这三个就掉了 这三个不能乱掉的 因为这五个子 左下这五个子 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死 如果这三个 在黑棋嘴巴里面 含在嘴里的话 黑棋是可以做一些 弃子的图的 当然他不是现在 弃子让你侵吞 他可以先去外面 骚扰你 留一个点 所以说这个 你这个点就很麻烦 如果你不是打 那你只能这边 委屈的街 那他爬过 这个其中就有眼了 而且他关于是 有眼的情况 你自己还没眼 这好像就不太容易吃了 对 所以说这个顶 非常的必要的 就这个顶 能够把这个点 完全的 对 给杜绝掉 而且顺势 破坏了黑棋的眼味 就是从这一串来说 好像莫名其妙 黑棋又陷入了被动 唐绝心好像棋又陷入到一种 好像日常的操作里的 一种状态 就是日常好像就 感觉掉声率了 虽然这里没看 对 是的 我的直觉感觉又掉声率了 就是 或者说日常形势不低 特别绝 就每次看他棋 我就现在在想 他这样下真的是好吗 或者真的是正确的吗 从现在来看 那就很难说这件事情 可能说49 51 可能还是不一定好 可能还是挺头断 好或不好 是不能用这样的词语 来形容唐伟行的棋 但是呢 这个我们得往后看 而且他下棋的话 你得看最后赢了 还是输出 你看结果 看结果 过程不重要 过程都是 对吧 大家都是走个流程 对吧 懂得棋 我们都懂 过程对于我们选中来说 都是对吧 只是一个流程而已 玄宗原来是这个意思 是吧 可以去搬一个 他这个肯定不能随便死掉 断吗 断应该又是不好奇 看起来 他要逼迫你 就是以后不是这有斑吗 他斑就能马上压迫你 去出牌 因为你如果这时候长的话 直接他就把你搬死了 你冲的话来不及了 这气景 他断达 对啊 他断达那你那你这样就直接把这个底下就吃了 全部都是的 然后上面你一个也还得逃吗 这主要部分全死掉 对所以说他断的话你不能接啊 你接的话 这里有个low吃 你可能真的要死了 对 那这样的话还是很危险 这个他是脆的 在场还可以推 这个打吃是决限 对 就没有没有路的 所以说呢 他断的时候呢 就逼迫黑鞋得把这下给卖了 为了防这个斑 也就是说刚才呃 我们球队也说的这个 二 白白鞋的隐患 他就给消除了 而且你你为了防我楼层你只能尝 这时候他再通过一个斑了打 能够把黑鞋的眼尾全部都去了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好手 而且黑白的没有黑的没有选择 黑的只能硬 只能这样 他只能硬接啊 要不然木也没了 上面还还要把 总算没有下些出乎意料的照 不他只能 他主要是没得选 这一串手筋下完之后 我的感觉是黑的又危险了 虽然可能照不死 但是呢 这地方 欠木非常的多 对 而且白鞋这些全部都是木 嗯 现在叫进可攻退可守白鞋 嗯 进可以就是想办法吃这块鞋 退的话也可以先下别的 嗯 这一串本身 两边的木数都是赚的 然后就 发挥应该说 今天我们两点星发挥是非常的出色的 我就在看他这个地方 他能不能 如果说照的话 假如说照在这 照在这 感觉反正黑的已经快死快没了 就不太想能跑掉的样子 我感觉他 呃 我真想说照这里是不是能活 是个危师数 反正如果死的话也就聊 没的 我们也就没有天可以聊了 是很危险 但是黑器也没选择 他不能丢这个尾巴 对 就这个尾巴的话 那他肯定要损失太大了 他是小跳的 我就看他是跳在哪 是跳在哪 跳应该是活的 就是我只能是这么解读 嗯 怎么活不知道啊 哈哈 啊应该是活的 他就他就这么壮 好像就这么 他横壮 竖壮 就就就这么硬来就行 这个能刺到吗 能刺到 你先刺肯定是 刺到 然后再靠住他 应该就是这样活 硬来 活的 他就就撞 好不好看就不不不 这这不说好看不好看 长相就不了了 他就冲 嗯 然后我提 这里你 我先 这应该补手气 要不然这打了 这 气太紧了 对 随便走一个吧 那我再戳上 或者是 嗯 再断 这好像外面 有点扛不住 弯他就一直贴 对对 这不行 应该正好不行 嗯 所以说呢 还有一口气 小跳了一个 所以说小跳嘛 大跳是活的 小跳的话呢 他就硬接 这个气 暂时是活的 这样 对 他这个刺掉了 刺走 现在刺掉了 现在他跳完了 他尖的时候 白旗刺了一下 刺永远是白旗 什么时候都是白旗 嗯 就说这个旗还有 还有口气在这 现在的话正好吃不死 他正好是 日子好不好过呢 就不用聊了 紫巷也不用聊了 但是呢 把黑的还活着 只能聊这个 现在下成这样 长出去 那白的 看看要不要跳这个 继续追杀 这个直接没有 还是就放他一条深度 放过了 就是 终于决定 还是先把那个 因为上面尾也很舒服 对啊 这块旗没有完全 按钉的情况下 把黑的 根本就不敢上面去 清销白旗 但还有一个选择 我觉得可能也很好 就是先拐这个头 很想拐这个头 好大啊 这个拐头 我觉得可能拐这个头 会更稳 巨大 这不走的话 赶紧拐头的话 会有些大概率 要跳或者尖 应该不敢拖先 然后你 赶紧扳他一下 扳也行 就反正最后再回来 对 因为这个头 还是非常大 这笔 如果被黑的 飞一下的话 首先这笔会涨很多空 关键是飞 也是照顾到了黑系 这块大龙的这个死活 为什么不管一下呢 就算是后手 我不相信黑的敢打入那边 挂了这么快 应该是不敢打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大概率是要补的 是 因为打入的话 正常来说 正常是要补的 然后他就要回来 他可能有点担心他打入 也有可能这时候 杨领心已经认为 自己的形式非常不错了 对 又是日常的优势 通常日常的 就感觉胜利不乐观 我觉得唯一能解释 就是他觉得拐有风险 就是担心对方 跟他决于死战 有可能 要不然拐肯定是赚的 他可能担心对方打入 跟他耍大龙 对 因为这部飞 非常的痛快 很大 非常的舒服 然后白旗 靠这个 靠这个是一个轻处理了 其实靠也是个常见手机 就因为你不能长 长他一冲 对 挡不住 挡不住 搬他就给切了 因为这形状刚才 本身这张气非常紧 是的 就黑的压力很大 摆黑的不能接招的 黑的应该只能是这边逃窜 跳 这么看也可以 他在拐这个扳 好像确实拐不拐 关系不大 很吓得很柔软 吓得非常的柔软 跟华丽 对 这样的话 他看起来 黑漆其实跟拐 被拐过来也差不了太多 反正实控是缩水严重 所以刚才我觉得他这个 好像 可能这个挖有点问题 对 或者是这边的这个处理 有点问题 不知道哪里有点问题 想点什么别的办法 感觉上这时候 又是日常的一个落后的节奏 落后不是问题 但是唐伟星落后 大家都懂的 全闻都懂 落后根本就不是问题 对 这个完全还要看 接下来是怎么操作的 关键是不落后的话 他可能也不太 我们唐玄中 玄中同学也发挥不出 出大的能量 爆发不出那个小宇宙 所以说 但这个地方不知道 白的有没有更简明的 就是说实话 这个下法 还是感觉让白棋 就是渡过难 黑棋渡过难关了 就不知道 刚才攻击的时候 有没有狠一点的 对 有没有更收益 更高一点的攻击手法 就是 这个其实还是感觉 有一点 其实收益不大 攻的还不够狠 等于是就没怎么攻 就先要拆了一个 是的 而且关键是 把黑棋这些拱完之后 怎么感觉 没付出什么东西 关键是你跟唐伟星下棋 你如果一棍子拍不死他的话 后果很严重 后患无求 这个 他这个对吧 烈士追赶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 我这里 可以直接下个判断 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位棋手 无出其右 可能没有之一 就是如何下那个立风棋 所有事业冠军里面可能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了 没有比他更懂下立风棋的了 就是怎么样在 逆境下 怎么样去搅乱对手的思路 然后乱中去 甚至最终逆转 成功逆转 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有性格的世界冠军 关于是这个 看起来好像白的是领先的 但是呢 这个领先 为什么我说不靠 不牢靠呢 因为时空没有领先 因为这串是球模块打得热了 其实白的黑的没有死一个子 没有什么实际 实质性的伤亡 他只是说把这个 底下没走着 其实以后白的黑的 白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收益 还要刮他 就是看着热闹嘛 是的 场面很好看 但是呢 其实没有实质性的目数的收益 这是一个最大的隐患 没错 没错 就从实控上来说 如果上面这条边没有围城确定地的话 黑棋的实控是 至少是完全还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 可以完成 这个待会儿搬他 他是不是还要做演 可能好像还得去武器 如果因为天上已经有点难受啊 好像还得去团演 这团演团的 最后被刮的没剩几木棋 感觉这块棋也就是个五木棋左右 嗯 就说 就说我搬了团打了街上 嗯 再搬一下什么 然后再搬一下 他虎回去 再什么 再搬站一下啊 团也就剩五木了 因为你中间出不去了 对啊 你算这个团打 他这个弯是先手 已经没有路了 那这块棋 如果只剩上五木 五木的话 这边其实打一下 搬一下 打一下一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也就八到九木 对 也十四 加这也就是三块棋也才二十木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角是二十木的话 白的棋是 呃 确定地也就四十木 然后我们看黑的 这十 这算你大身腿吗 这底部是二十木 嗯 然后加上这些棋 大概二十五到三十之间这块棋 然后这边是十木加 也是四十多了 加这已经 这块十木稳了 其实这块加这块已经四十多了 这里多多少少还有个五六木棋 所以说黑棋其实不声不响呢 也有个时空有个五十加 它的木很强 对 呃 白棋确定力是四十 如果这个边被破的话 呃 时空是不领先的 这个 这也挺有意思 这棋还是排细棋 嗯 而且呢 白棋这些紫 其实我们会看到 虽然看得很华丽 但是其实这些地方 挺薄的 我看 其实对新时联络 可能是有点问题 因为它有效的先手是这部 嗯 这地方还是欠一个穿的 嗯 只有这部是有效的 对 剩下的不是先手 嗯 这形状其实还有点薄味 对下到这里 似乎 日常的这个落后之后 依然是一个军事 对 哈哈哈 差距很微弱 未必就谁好谁坏 嗯 它是这样的 然后 哦 白棋把这个断了 断了也是防范一下 这边的反击 对 然后这边 让这边以后多出一些借用之后 可以好 轻轻一下黑棋的空 但是呢 白黑的是不会补的 有点靠 就往下靠 呃 感觉又要进入到一个未知领域啊 白是跳了一个 说实话 看到这个局面 我为杨领星我们顶爷一叠把汗 嗯 因为就是他最猛烈的那阵炮火 感觉已经过去了 嗯 接下来 就是进入到唐卫星时间了 哈哈哈 不过呃 领爷 领爷的后半盘也是 很强的 呃 看看谁比啊 啊 对 就是 对 正常来说 杨领星的后半盘是完全让人放心的 对 但是他的对面是一个不可能 不可能不折腾的棋手 就谁来都 你都不可能放心的 嗯 稳稳当当 已经是不可能的一位棋员 所以 这时候虽然我感觉还是黑白旗稍微优一点 但是优势非常威弱 而且局面变大了 这里如果他身上补齐的话 这个旗就双方可下的子越来越多了 这里说实话 今天黑的应该是活的 但是其实也蛮苦的 可能会帮他退 但确实黑的不能再硬了 如果再硬的话 这边过来没有收益了 甚至可能被挖了一起 对 所以黑的抢弓之后 如果是长 实际上它是长 那长可能已经长不到了 可能已经要被碰下面 这个虫怪已经没有用了 是这样子的 他下得更狠 对啊 就是反正已经是这里要走了 对 他反正是要往底下走的 他不会是粘上的 他现在下的黑旗是点这个 做个影子啊 长 如果你敢冲头 直接把这顶贴出来 这个太狠了 然后白旗往上边 那也就是补这个顶嘛 补这个贴 那它再接嘛 这个边已经是沧海桑田了 如果这个脚供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旗白的全盘也没啥空 白的全盘也就四十目旗 刚才我们给旗我们数了 黑的的话 虽然也没多少空 但是黑的挺厚的 这些地方 实际上按摩 它有些地方可以长出木了 对对 现在白旗冲一个 然后黑旗跳 我的感觉是越来越不对了 再走这个 冲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太明白 它冲完了 冲怎么感觉又是不损气 这个冲没有任何意义啊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甚至还不如跳进去 他把这个割断有什么用吗 这块旗难道还会有弱点吗 我不懂啊 他是打算这有个原兵 他就什么 但是你点一下是会补的 本来就要吃你两个了 好吧 那他直接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往这冲 冲好像感觉又是不坏气啊 本来他随便就走一走 把黑的肯定也缩回去 这边全是先手球 这里都吃什么的 他甚至是跳一下之后 我们说的不客气一点 就是感觉黑的已经挡不住了 这里我们就low一下嘛 未来从观测角度 直接就跳回来了 就这样 就是全连连通了 那太合适了 那全连回去了 这木叉好多 大不大不知道 就是说跳的话 因为这里黑的感觉已经挡不住了 这里这个形状味道太饿了 如果等于挡的话 肯定该跳嘛 这个冲没有任何用啊 他跳到这里你帮他居然挡住嘛 这不全是木吗 这不没看懂 他不需要连着了 他为什么要连上呢 他连着干嘛 自己都眼都瘀出来了 白的全是后视 都铁壁了 所以总是会有这种 为什么叫玄宗嘛 总是会这种玄幻的事情发生 你知道吧 他不知道下的不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就跟他下对手 总会下这样的棋呢 呵呵呵 这不充感觉是亏的 嗯 黑棋完全可以接受啊 就大家看还能怎么样呢 黑的已经 全部能围的都围上了 嗯 除非这棋黑白的判断已经赢了 就是呃 杨敬行判断已经收兵了 只有这样他赢了吗 我觉得呀 但是 虽然不知道他赢不赢啊 嗯 反正没看出来赢 呵呵呵 反正从他猜完边掉了这个 算总账的话 上面全没了 嗯 呵呵 收益不知道在哪里啊 我不觉得他赢了 刚才这个二十 早知道他还不是拐呢 呵呵呵 他拐中央得了 就是拐了你那个班 嗯 反正上面也不要了嘛 就现在上面也没有一张 是啊 早知道还不是一天拐得了 拐到班官这边是一样的 这个木是一样的嘛 这就我不太明白这件事 但是总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呵呵 你总会等到他出问题的那一天 不是 就是 他跟很多高手下 就是跟别人都不会出问题 但是跟唐伟琴下手 就是莫名其妙会出问题 就是会出问题 对 就是这个就是 所以为什么叫玄宗嘛 就是 有些事情是我们科学无法解释 我们就会划入到玄学的范畴 就是 他 莫名其妙的 这部冲真的很莫名其妙 这部冲有什么用啊 他如果早年冲 就是我们这里退后几步 如果他早年冲 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冲 我觉得是能接受的 因为这时候如果配得保空的话 那中间的后包就逆转了 比如说这样 长了阶上是吧 对 就是那我甚至就不是这个了 我就我要反杀你了 我要就隔断 对不对吗 对 因为你这块去被我连 连根刨断之后 这里没完全连上的这条龙 照理说他这个跳不就是放生了吗 就是等于是就是收官了 他就想收一收就行了 那收一收那你收呀 他为了不好去抽 那你别抽呀 你收呀 你这说别抽呀 人家都是块钢板的 你别抽呀 那你收呀 是什么意思究竟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长 其实这个长很明显的时候 我觉得球莫卡已经长不到了 这个期 是不是能够搬一下算了 这也是第二个疑问 搬这个的话 甚至退 我觉得他 因为他长肯定会被人家反击 对呀 那我觉得搬这个 或者这么聊 你就长一下得了 你再去跳这个不就完了吗 你第一天长 他不只能接吗 是的 这样不就没有这个烦人的搬了吗 对不对 你索性就不想这个挖了吗 反正你都要跳脚 这边倒鼓 你就长一下去跳脚 不就完事了吗 对 黑的也只能爬了吗 你再跳吗 搬你就能搬了吗 这个烦恼就没有了 怎么会长到你去并这个吗 这肯定是大亏啊 确实下得不太对 这地方感觉非常的矛盾 就是攻守非常的矛盾 我感觉他突然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对就是会发生这种很奇异的现象 因为他老是 就我想下的这个图 他老是下不成那个样子 然后他就会怀疑 他会怀疑自己 我觉得他在想我我接下来是不是这样下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这个地方会产生怀疑 推理就更诡异了 这时候他已经其实并也是算是一个稳健的下方了 那这时候无论如何不会冲了 他往这冲了 你想吗 你点这个你就直接点好了 点如果把黑的正常也是飞的 那你怎么可能去冲这儿呢 这个就我真的完全看不懂 你至少是往这长或者跳或者飞的 这个是在人家空里面 这个冲有什么用完 这两个字 而且还冲不死 人家还能拐 冲死也就这么行 没有用了 对 他就全是闲手 他脚一尖 这个局部黑的是刚好活的 给大家摆一下 他要靠这边 可能还有半个眼 然后就算爬 这局部也就是个刚好活 就黑白其实没有破绽了 如果他不尖的话呢 这个跳是决先 中间厚的一塌糊涂的 就其实白的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联络 所以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冲 你该怎么收 你就怎么收就完了 他收币你就收 对啊 这个好损目啊 这个搬实战吧 他是这样的 然后冲一个黑棋跳 白棋上面点了一下 他在搬这个 黑的肯定挡 然后他搬了 这又是啥东西 他不会想着 待会人家断吃 他要翻吃吗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要翻吃吗 难道说 黑棋挡住 挖又是什么鬼啊 现在好像慢慢的看出来 他的意思了 啊 这是哇的 然后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那边要涂笼了 可能 可能那边要涂笼 那看起来他是这个意思 他想吃它了 这都是线索 把黑的都得硬了 他先断了一下 对 他先交换了一下 这一长就没了 然后他沾上 那么黑棋必须得 必须得硬 对 哦 我说这样 反正是黑的得捕 然后白的 看起来他想动手啊 那应该是一个精准的杀龙了 哦 这样就能解释通 他为什么要冲这种 对 他先靠了一下 中间还靠了一下 就他这样准备工作就能解释了 就终于明白他为什么 他这个走单关就能解释了 对 如果他能涂到那个龙 那当然他就好 因为从正常的目准角度 是理解不了这些棋的 是的 这样能看懂了 然后他吃的时候 他把他搂了 对吧 但能吃死吗 我不太确定 我怎么看着不像能吃死的样子 我怎么觉得吃不死啊 他吃不死 这有点幽默吧 这件事 做了半天的准备工作 然后遭到说吃不掉啊 这个挖其实很损目 这就看一下 他只能搂了 他不搂 不搂不就全工进去了吗 这搂是整搂 吃不掉的 这也太搞笑了呀 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啊 这里会看到 最终总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啊 然后 哎呀 我觉得太神奇了 我本来看着白旗的这儿 显示的胜率是白旗83% 那他吃他干什么呀 他收宽补就完了吗 83是不够的 嗯 那个经验上来说 数据上给的答案90以上 也是经常被淘宽 所以83不是不是优势啊 所以他 跟别人是优势 对 他不是优势 觉得这个百分之八十几的胜率不行 是吧 然后 然后他他想怎样啊 好像没有了 就起 不是好像就起 接人家一班 这班不是跑吗 一冲一冲不就没了 对啊 那那你不接不也没了 他在做什么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觉得他是贴了一个 在干嘛 他贴了一个 他只能贴这个 现在 防那个不安全 然后黑旗冲 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手机啊 他应该是算准的杀了 我只能这么聊 然后搬住 然后AB建合 他本来以为他这样是不是杀掉了 反正已经没退路了 他这么下肯定是控不够了 他本来空应该是稍是不差的 这么一波操作肯定是 空肯定是吃紧了 哇这里面是不是还挺妙的下的 是哦他是这样 他是单段 这起 反正这种时候 单段 这个时候我觉得 唐文心的计算肯定很紧 有我的经验 对对 他他这种地方特别强 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唐胖同学这种时候就 当你以为他那个不行的时候 对他他他特别强 十拿久稳的时候 他就来了 他总是能把你搞得简直是头晕眼花 我是经常看他的计算 我挺 看着我都晕 他断 现在这已经算简单的了 这个局部 不算很难的 都是先手 不算难的了 照理他只能搬了 对啊 搬的也只能搬了 但是他搬他一断 这显然是这一切 这被搂了 没有他就硬堵上吗 打的已经 不断他就把这个给打骨上 硬堵呀真的是 要不然被一搂不就没了吗 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啊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 挡这个挡这个是后手 这个也是后手 说实话这样也没看出他怎么活 团没勇往团 我这都是活的 我还是看这个团呢 不是我提现这个提现 我是活的 那是什么意思 搬的话断肯定是要断的 不用看了这件事 这种地方就容易看着就晕 这什么这怎么 这有点搞笑 我们不是总播认为打是对啊 以为他总是打得着的 然后发现你打的时候他提掉了 这这这不开玩笑吗 这件事 那被顺全死 我估计杨领兴肯定是看左 那就是他只能接这个 这看左了 接这已经被打死了 对这看左了 他只能挡这个 绝对是看错 挡这个被扣吃人没了啊 这不太容易想到 就是主要是觉得扣吃的时候 他打一下就结果发现 被打招 我只能说这真的是 然后我们王中王的 然后就直接投了 决赛就 灵丹就产生了 如果那边没有变化的话 应该是柯杰进入的决赛 对 这边的话 常规操作 总是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发生 这解决是 这确实是就别的地方 不太容易发现的地方 然后常规的一波操作 常规的一波操作之后 就发现就挂掉了 唐晃那个跟柯杰会吃决赛 对确实 总共想不想远 不想那个远 对不太容易看到这个挖石 就是这种地方很容易 总会想到那个远的那个算路 觉得它整个都不行 其实人家一抠你这下打着 你打不着你还聊什么 单人提掉 提人打两下脚死了 不过这种地方 应该说唐伟欣的计算 还是非常 他是不是还有救 我个人觉得 唐伟欣是计算很清楚 如果找到这个可能还有 对你走到那了 你肯定以为他死了 这样是不是还有救 这问题 然后把两个给掐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很怀疑这期可能还能下 亏肯定是不转这一串 就是转肯定是不转 没准还能下 因为这一串把黑的 也是损了一些时空的 我这底下能不能再 打我就接嘛 对好像连不回去 我要能连回去就好了 那这底下还是损好多木啊 这样的话 回头上我数一下木 我给把这个扳了 赶紧把这个扳掉 觉得这个扳好大 好像还也不够了 这其实不够了 他在这 白皮不够了 太伤了 这这这这些其实送了太多木了 这有点伤有点伤 这个也吃不着了 反正他吃了吃都 然后赶紧把这个打了 现在都被黑的走了 来不及了 这其实不够了 黑棋鲜收官 我可以打了扳掉 本来他是断完 吃了露过露都决先 都是黑白鲜的鲜 但现在你 我肯定是我 现在轮到黑棋下 他光下面就送了一个贴木 上面这个地方 保守估计又送了 三五木鲜 就光这个局部 送了至少十木 然后我把这个鲜手 全走都走掉了 也不行 就是说已经回不了头了 就已经回不了头了 在举起屠刀的那一刻 自己人也没了 然后你跟他下 你总是会莫名其妙的 回去干这种事情 这件事 前面已经很诡异了 这些次序 其实就已经感觉 人有点奇怪了 对 就是会感觉到枪法 有点乱了 而且是他明显黑白棋 在白棋明显形式 还是不错的情况下 是 这个地方他 也不行 他不能走这个是吧 走这个也不行吧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也有点幽默 看一看 走这个你只能挡 再切 再断 别这个行了 那睡不着觉了 那就彻底彻夜难眠了 发现这个是行的 这个还真不一定不行 团一个我就接上吧 你断我 这个提鲜手 我只能谁 我只能现在团结了 我做个眼 不是 我只能团结了 对啊 团我就接嘛 你对 你就接 我接就完了 然后呢 就是他准切这个 然后提一下 我把眼团上 中间 嗯 这玩意儿好像也没用啊 你这后手啊 哦 你单团 单团有用 还是不行了 他单团 还是不行了 这就活了 哦 那不行 那就还是不会输不到就 那还行 要不然人没了 简直是 这样输一盘棋 有点伤感觉 那顶也不行了 就是当做这个杀棋决定的时候 吃了一个这个段就不行了 就不能随便做决定 吃人家棋不是什么好事 对 除非你 这就 白棋已经觉得很有把握了 我估计他是觉得自己有实诚实的把握 结果还是 没想到人家给他 这样来两下 这就是 大家 那个熟悉的唐卫星 这就是 经典的剧本 今天再次的在 我们 一个重要的 王中王 真马赛的四金二中 再次的应验了这个玄学 从技术上来说是 应该是杨敏心的一盘好局 对 特别是这边 左下方的一个 断完之后一系列的收数 一局 应该说是一局 确立了优势 但是呢 之前好像 我看白鞋的胜率挺高的了 我没看胜率 就是 但这个断完明显感觉是赚的 对 但是呢 这一切都不重要 对吧 这简直是 结局 对 结局总是大家 那个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为什么 作为一个讲解员 这个事情我也解说不了 就是反正大家都懂的 就是对吧 总是重复从昨天的结婚故事 对 而且总是在这一个人身上重复 对吧 别人也不重复 不过他确实他的计算非常精准 这里再次看出了计算非常精准 计算的精准和唐伟欣的一些力士的一些就是扰乱你思路的一些下法会让你很头痛 虽然说我们绝对的一些技术上可能没有像柯杰那么的相比柯杰那么的华丽 纯熟 没有关系 这不重要 对 进完决赛之后也是希望我觉得请我们关注一下明天的决赛 我觉得会更有意思决赛 是的 我可以肯定站在柯杰的角度 应该最不最不希望碰到的对手 就是唐伟欣 因为这个对手他没有办法去针对他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的表现要打了人 你怎么针对他呢 确实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决赛组合 这个决赛我觉得 我觉得很值得一看 虽然纸面上来说可能柯杰应该是实例 对吧 大家都觉得 今天看这两天的棋确实柯杰下的无可止 对 但你再看一看柯杰盘盘完胜 对啊 而且下的太漂亮了 盘盘决助逢生 但是呢 围棋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所以说明天的决赛难以预测 对 反正祝我 在这里也是祝两位选手都有好运 也是希望下出更精彩的期许 好 那明天的决赛呢 就是由柯杰对阵唐伟欣 一个是翻盘王 另外一个是 当然实力毫无疑问的 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那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嗯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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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